台鐵花蓮赴原站2號清晨5點多 因為電車線跳電 造成了熱隧道光伏街列車延誤 為了避免延誤旅客的行程 台鐵特別安排換塵 而在現場查修的時候 發現電力開關上面是有鳥巢之外 在眼架上赫然還發現了 黑莓錦蛇的屍體 研判可能是蛇爬上去想吃鳥蛋 而誤觸高壓電被電死了 也造成電力跳電 讓查修人員感到不可思議 清晨5點多台鐵花蓮赴原站 電車線不來電 站方人員立即通報電污段 派電力車沿線查修 發現3號桿跟4號桿 3號開關4號開關的電桿有問題 那今查3號電桿上面 有一些雜物清除之後 電車線跳電也造成了復原站 到光復間列車延誤 台鐵也針對了停電期間 攔來北往的兩列車旅客安排換塵 避免延誤旅客行程 同時電力車原以為在清除電力開關上方的鳥巢後 就排除電力障礙 不料卻還是不來電 最後再深入查修 結果在距離扭潮不遠處的電車線上 赫然發現了一條被電死的蛇 終於發現造成大跳電的兇手 我們電力維修車就行事 復原到瑞穗間的路線 那在53支41的電桿的眼架上 也發現有一條蛇 查修人員研判 可能是這一條黑莓井蛇 想要爬到鳥巢上律食 結果誤處高壓電而不幸遭電死 造成了電車線跳電 電力查修人員在清除鳥巢與蛇屍之後 上午9點半恢復了正常供電 卻也影響拔裂次 煙霧共571分 約有760多名的乘客 記者是日欲藍瑞穗採訪報導